六月份多伦多 这是两个月前买的日本丰树 今天终于给它下地了 发现一件事情想和大家说一下 你看那上头 它有一个猪肝中间 让它直立竖直 这样的话漂亮 这有tape 有胶带 是让它更劲凑 但是呢 我还以为这颗日本丰树是直立的竖直的 只朝上涨 先朝上涨 一般这种小苗啊 它都会使劲朝上涨 如果是直立的话 使劲朝上涨 长到一定高度以后 再往周围 叫抽条 但这个它不是发现 你看它把几个细枝捆在上头 你看底下 这样继续长有问题吗 可能也问题不大 就是不好看 它最后长了几个很粗的枝 挤在一起 比较别扭 它长粗了以后 这个胶带会被撑破 为了舒展展现它本色 就应该把胶带去掉 胶带不一定所有的胶带都去掉 跟品种有关 我发现它有的呀 有的就是一根主干上去 它胶带就起瘦身作用 让它显得更漂亮 让它不倒 打散了 打散了 它还没完全散开 这需要慢慢的培养 至少让它分散一点 这样的话不同的枝条有 都能有充足的阳光 长得更健壮 受禁锢时间太长了 它习惯了 它需要时间 不是说它不想改变 它需要时间 来适应这个自由世界 上纲上线了 怎么样 重要的是看一眼名字 这样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查 She real 你到网上去查 它正常生长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朝那个方向 给它稍微的培训一下 引导一下 看看这一颗 当年买来的时候 三年前四年前买来的时候 也是绑上一个小树根 现在自然 回归自然 好了 给日本枫树 其实其他植物都一样 都类似 都有类似的情况 松绑的事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